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做这一只 我不知道是好像叫什么夺目了 然后就这个品牌,先拆算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只库存笔,它不是现场笔 那我在淘宝上面找也好像没看到 知道朋友给我告诉一下 唯一的特色就是说它是一个一体间 那尺寸上面来讲,我不知道是一体间 它是一个制作工艺有难度还是 工艺来讲比较难还是怎么样 你看我这一只百乐的Envra U 还有这一只都好小,你看我平常来就是很小 对比回去那个,你看就是我放好一点给你们看 对比回来的话,你会发现M205其实平常像 或者再加一只这个末将吧 笔尖没了 忽略,忽略一下,忽略一下 那就是这样子,我放平一点给你们看看 那现在这样子总共五只笔嘛 那平常末将它是属于偏大的,大笔嘛 那你现在这么看这一种一体间的笔,它都是很细 是不是真的很难做 然后呢,这个笔的话是这样子 它的金属的话,我不知道现在屏幕上面看 会不会很清晰 其实这两个那个金属颜色有点不一样 然后这个偏白一点,这个偏黄 那这个呢就更,这个再浅一点点 这个的话应该是跟它的钢,就是本身的钢材的话有影响 另外的话就是整根笔的话 其实它反而比百乐这两只笔还要轻 上墨方式看一下,那这个的话打开一下看一下 这只笔吧,就是放在这边 然后做完评测就没再用过了 因为真的好看是真的我也很喜欢,就是有点小 然后对,但这样子就其实还ok 还是挺喜欢的一只笔 好,那个回来看 那这个它整个不锈钢拉丝能对比一下 你看一下整个这个的话应该也是金属 但是它没有过度的这么顺的过度 我总觉得就是差了一点点东西 或者再跟这一只来对比一下 你看那这两只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像了 但是过度起来总感觉还是差那么一点 那这个键放起来 因为这种一体键我真的没有备用的总成 像有些万宝龙会线可能会留一两个这样子 好,那这个键也是像这种平常的按压锡摸器吗 虽然说这种锡摸器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也还ok,能用 有没有像我这一只的话 这一只的键摸器我是专门用那个什么 对这个88G那个键摸器 我专门把那个换换到这里来用 然后去这样子就配上去 因为这当然它本身是可以用其他百乐键摸器 这个是没有问题 空气是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20和40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20好像对对对 就是这个我试过就是这个就这一类的 我把那个这个是40还是25忘了 反正这个它是可以放到那边去的 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比较大就不确定 因为这个笔本身比较细 口径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就看本身笔能不能塞进去 好,那现在讲的也差不多了 整根笔的大小也能看到 剩下捏感的话反正就是 这一只笔反正你想这样子也行 不这样子也行 我个人习惯是这样拿开了就这么写 好,那个拿一下那个墨水 好,墨水拿来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 这一只笔 还有呢 我把东西给放边上一下 本子拿一下 OK 再下来的话就是 吸一下墨 也是简简单单的吸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 OK,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吸墨液体间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反正就是整个会沾上这样子 如果是 MYU的话那两只比较 这个地方它比较长 那还 还算是一小问题 但这一只 这一只不知道是不是我放太里面了啊 我先把它拎紧 哦 又弄到 我去拿一下资金 好,笔 然后就那个 擦干净了 把盖子跟领一下 然后一样开始一个那个 撕写一下 那撕写的话 再来说应该相较一体间的话 它那个中缝的一个出息控制肯定是比较好 因为它这一只上面也没有写什么 对F间或者EF间等等的一个信息 那写还是一样照着平常那样写 然后这个比较什么 我看一下 多目了 MIEUX吧 好 可以了 那就你们能看到就是 这个可能是正常 F间应该是比这个笔记正常 再出一点 这个出的有点像M间 我觉得是 然后 但是整根笔感觉有点 呃太轻了 但是 还是一样 它控水来讲的话 出水还是很节制的 像就 变成一团的字来讲 还是能看 看清那个笔触的 但是 很难有出息变化 就是一体间的一个闭端嘛 整体来讲 它整个钢是偏一个白钢的这只笔 那 颜色来讲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 嗯 嗯 像这些我觉得不知道能不能就是一体这样子车 好像应该应该相当难吧 要这么深 而且这么细 但整体来讲的话 如果是一体间想过过瘾的话 我觉得这次比还是挺值得考虑 毕竟价格真的也不高 呃估计 所以 我买回来的价格应该如果是 一只 三只 或者两只半到三只左右的这样子 就等于 才等于一只拉米 反正就是 性价比相当高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个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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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